新竹市文化局现有位置在民国69年设立 其中图书馆在民国75年成立 现有空间约625平 空间不足导致无法拥有更多藏书 2018天下幸福城市大调查 新竹市公共图书馆 每人可分配藏书册1.8本 但每人平均借月亮却高达4.3本 是全国第三仅次于台北市和台中市 显然市民对于阅读有更高的需求 因此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志坚 在进总说明新竹市图书馆总管计划政策发表会 现在的图书馆在于我们文化局里面的空间里面 那大概只有2000平方公尺 而且我们的这个常数量真的是不足 我们新竹市民在媒体的调查里面 新竹市民每一个人平均所拥有的这个常数量 只有1.8本 全国比较起来我们是排名第17名 那不是我们新竹市政府过去不愿意来添购书籍 而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放这些书籍 在媒体的调查里面 每一位市民平均借月书的这个数量 大概是平均4.3本 全台湾第三名 我们仅次于台北跟台中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些数字知道说 市民有这样的需求 可是我们没有更好的一个空间 林志坚也借近日本太田市美书馆 图书馆和高雄市总图 新竹市图书馆总馆将成为城市的新地标 秉持扩大使用空间 增加多元馆藏 强化展览功能 与亲子共读空间等四大原则 也根据市民需求规划主题书展和艺文展览 同时扩大亲子共读空间 让孩子在舒适的环境里阅读 台北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 收藏